本土民主 反共 普羅政治 民生起義 myradio.hk 10月16日晚 myradio8週年台慶聯歡晚會 還有少量門票 各位可以把握最後的機會 在辦公時間內打 2467 3088 預約買票 到時見啦 國師陳雲10分鐘籌款演唱會即將開始 想聽陳雲開康獻唱金曲 現在機會來了 接下來在10月16日myradio8週年台慶聯歡晚會入面 陳雲將會上台激昂高歌 為myradio籌無營運經費 大家支持陳雲國師在台慶獻唱的話 可以選擇親臨普羅政治學院 捐贈現金或支票 支票也可以郵寄到普羅政治學院 抬頭請寫普羅政治學院有限公司 假如你有PayPal戶口 你也可以登入之後 以轉賬方式 將贊助款項傳入 hkpolitariat at gmail.com 同時著名 贊助陳雲10分鐘台慶籌款演唱會 如有查詢請電 2467 3088 請大家踴躍捐輸 支持陳雲國師 支持傳媒RADIO 擁抱大香港主義 香港地 香港人做主持 大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香港早晨 早晨 回來第4節的大香港早晨 這一節我們會講講 還是政府和市民的問題 是的 就是民心問題 民生民陰公諸 今年8月時食環署通知 位於深水埗陰州街臨時小藩報市場 俗稱棒仔的報市場 要收回地 因為要建200個居屋單位 有70名報復 市民早前抗議搬遷的方案 不應該強行清拆 也不滿意他們的賠償方案 而我知道我身邊的阿康 也是到彭姐那裏 去跟那裏的報返聊過 你去到的時候有甚麼發現 我先講一下背景 講一下彭姐的歷史背景 其實他由七八十年代 在那裏已經有臨時報市場 在陰州街 他成為了報的集結地 很多人會 可能是時裝設計師 或者是學生 甚至當區的居民 也會在那裏買一些報 拿回去自己DIY做一些手作仔 或者做一些畢業的功課 其實我自己也有落過去 其實我之前就落過去跟他們談過 問過他們一些關於拆遷的問題 或者搬遷的問題 其實他們也有些擔憂 其實在我言談當中問到的時候 其實他們就… 我問大部分的檔主 其實也會選擇會搬的 就不會說去到拿這個特偉金 十二萬的特偉金 去加一個牌給政府 為甚麼他們會搬呢 其實他的意思就是 他不是說… 我這樣說 其實他不是說要搬 他是說如果假設政府要拆的時候 他們就不會放棄那個牌照 就會選擇去搬… 就…跟從這個政府的安排 就去搬回去他們政府安置的地方 去繼續營業這樣 所以就… 其實他們就… 那個態度就比較… 被動一點點的 就是他們覺得 都沒有辦法的了 政府說得怎樣就怎樣 所以就… 都… 都是對於… 就是堅持去… 去… 為了這個市場去抗爭那個… 那個… 那個… 那個意欲 是… 是… 就沒有那麼大的始終 因為我言譚當中 我知道他們也都是… 交一個牌費啦 其實他們呢 現在這個小番牌呢 其實是不需要交租的 就是這個陰州街布市場呢 其實他們是不需要交租 就只是每一年就交回 六千多元的一個牌費 就是給政府 作為一個牌照的費用啦 但是呢其實… 就是… 大家會計算到 可能隨時都是幾百元一個月的 那裡的… 當它是一個租金啦 那… 其實… 所以… 其實他們也都覺得 都沒有辦法 其實政府說到… 就是… 我又不是一個… 正正式式的一個租戶 而那裡也是一個臨時的報市場 其實按法例來講 政府是有… 是有一個權利去… 去… 去… 搬遷裡面的東西 或者是… 將他們… 由一個… 一個地方… 就是由陰州街搬到一個… 其他地方 也是… 摸口非的 那件事 是… 那所以其實… 他們擔憂那件事就是… 究竟搬遷了之後… 那個… 新的位置、新的市場 那個… 單位的大小… 足不足夠去容納一些… 他們這麼大型的報呢? 因為… 譬如按你的觀察… 其實在報市場裡面呢 有大概多少人是… 符合那個搬遷的資格呢? 因為如果沒有牌那些就… 沒有辦法啦 即是連搬遷的資格都不符合啦 那譬如你的觀察來講 這個譬如沒有牌的 還有有牌的小販 他們當中會不會有些… 意見上面是欠不協調呢? 其實大家都是覺得… 即是可能我先說回人數先啦 即是搬遷那個… 即是可能有牌和沒有牌 其實都是一半一半的而已 即是… 即是說真的都是… 即是有牌的佔有一半啦 沒有牌的… 就另外… 即是那一班呢 其實大家的意欲都是… 即是心底裡當然是想留下啦 即是… 當然想留下那裡 但是… 其實他們裡面都… 即是說真的 即是有牌的又… 當然是覺得… 如果你安置了沒有牌的那班 又是… 即是… 即是… 其實是不公平的 即是說真的 所以這個問題就是… 他們也有個… 有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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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 不同的界別這樣 在裡面 即是有一班就是… 他會不會說 沒有牌的就偏向留下 就想可能做多些行動 但是有牌的就可能偏向搬遷 這樣的說法呢 其實… 其實全部都是想留下的 即是主要來講 全部都是想留下 但是… 他們就… 覺得始終都是那件事 就是… 沒有什麼… 沒有什麼意欲去行動 始終那件事就是… 我亦都問過他們說 喂… 需要搞一些行動去… 去… 去… 抗爭 即是… 去到一個… 比較激烈的程度 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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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他們都說到 都沒有辦法 其實… 政府說到什麼就什麼 其實… 所以其實他們比較擔心的 有幾個原因 剛剛還有一個就是… 搬遷了的地方 究竟大勢 夠不夠足以去應付 他們平常的一些… 報的存放 因為始終他們的賣點就是… 在這個… 他們的賣點就是… 始終他們是即買即剪的 即是即剪到有現貨 給你拿回家去做你… 自己的手作呀 自己的作品呀 但問題是… 現在就不能夠… 存放這麼多報在… 在… 那個… 當… 的位置的話 其實也是… 對於他們的生意也有影響的 因為始終… 可能是… 要在附近租一個倉庫 去… 去… 另外容納一堆… 一大堆報的話 其實是… 也是一個負荷 始終對於他們來講 其實… 因為現在這個… 欣州街臨時報市場隔離 其實有一個位置… 是一個空地 給他們放屬於他們的報的 即是可能有一塊大的空地 就去放… 存放… 他們一些… 可能… 他們訂了下來的報 就放在那裡 那可能裡面… 你賣光了 那我就在那裡拿回一些報 去refill 回去 嗯… 即是很方便 是一個工作線 很方便 是的… 但現在如果… 假設… 因為我去過那個… 他新那個說… 在那個欣州街那個… 那個… 肉器市場那裡… 就… 他們… 那個檔位呢… 其實真的很小而已 即是… 可能是… 兩張桌子這樣合起來 那麼小的空間 其實… 即是… 能夠放的布實在是非常之少 那麼… 其實他們也都覺得… 有一個… 就是… 究竟我搬了的時候… 那些布究竟能不能夠… 在… 那個位置上全都展示出來呢 甚至… 如果假設沒有的話… 就會… 就會… 其實全都展示不出來 又會影響到那個散意 是啊… 即是經營上也有困難 始終… 因為說真的 那裡賣的就是… 賣點就是… 多款間 以及方便… 集中 是啊… 而且最… 很重要的是… 其實他… 講第二個關鍵呢 就是說… 他們都擔心 究竟那些布能不能夠集中… 就是那些布… 那些布販能不能夠集中… 集中搬 還是每個市場塞幾個位置給你… 是啊… 因為始終在鄰近地區也有… 不是鄰近地區 即是說… 其他… 旁邊有幾條街 其實也都有一些車仔檔在那裡… 就是可能是… 車仔檔的狀況是怎樣 是的… 那些車仔檔… 即是流動式的? 不是的… 都是一個位置… 一條街畫了一個位置… 是… A那一檔就是Christine的… 旁邊那一檔就是阿蓮的… 那是怎樣為車仔檔呢 真的可以有牌的 就是… 它不是一個舖位 就是一個車仔檔 是馬路的車仔 是出來賣的 是… 就稱之為車仔檔 是 其實那裡就是另一個生態來的 始終 那條街呢 那個負荷也非常大的 因為始終可能是走出馬路的 嗯 就是走出半條馬路塞了的話 那其實如果真是再加多一些捕… 捕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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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捉 就是… 在鵬仔那裡移一些捕捕捕捕捕捉去的話 那其實也是對那個… 那條街的交通負荷也非常大 所以其實… 他們都擔心這一件事的 始終就是說 究竟能不能夠集在一起 就是那群人 即… 那…那個… 那群人… 就是那…那… 那麼多年來經營出來 是啊 經營一個生態面貌 就成為了一個自然而生的市場 一個經濟的一個小的生態 一個生態系統 是啊 但是現在如果這件事留不到的時候 這樣就失散了在各地的話 要找報的人就不能夠在一個集中的地方去找到 我想問一下 譬如這個剛才說的可能搬遷了之後的狀況 譬如用家、學生或者會去那裡買東西 譬如你 剛才有說過你自己也曾經去那裡買過報 其實你自己對於這件事的看法和假設 他搬了之後 你會不會再去那個地方買東西 或者會對你有什麼影響 其實對於我來說我覺得 其實都是擔心究竟去到那裡會不會 少了就少了選 始終 我可能說 可能就是要 一天 可能要等一天才拿到貨的 那就是另外一回事 始終 不如去其他地方可以馬上拿到貨的 是啊 因為你去彭仔也是貪他方便 貪他齊貨而已 是啊 其實就是貪他方便 以及馬上游 那件事馬上游 那件事很好感覺 說真的 就是有時候做 就是香港是這樣的 就是很趕的 那些人做事 我看到可能是 就是明天就要交功課 那些 不是 可能那些客人要做衣服的話 就是你今天下訂單 可能 今天我想整件西裝 那我明天就要拿一些報告給你看 那如果假設還要等的時候 那已經是 就是有一個 遲了 已經是延遲了 那其實 也會影響了我對於那個地區 就是購買意欲是會低的 始終 那譬如如果對你 譬如你幫人做衣服 那你那個成本會不會增加到 因為其他地方 譬如其實 也有一些說法可以是這樣的 其實香港不是只有彭仔一個布市場 是 是 好像你剛才這樣說 譬如周街也有一些車仔檔 或者怎樣 那為什麼要保留這個 其實其他地方還可以發揮作用 那你自己的看法又是怎樣 始終我覺得 那個地方 始終它有一個 比較完整的一個生態在裡面 就是說 它是能夠由買布 買配件 一些可能是其他的扭扣 拉鍊 然後再去做 幫你做 甚至 那裡 甚至有些師傅幫你做 你要做的東西 你知道跟他說 究竟怎樣做 可能做一個鎖筍 或者整個攬斬 你說怎樣做 什麼尺寸 他們明天就會做到 其實那件事值得保留的就是 那個系統 是的 那個系統其實很值得去 為當區居民去保留 始終很多一些當區的老人家 或者是 社區經濟就是這樣發生 是啊 始終可能有些老人家 抱孫子 我想做一條抱寶寶的帶 那些什麼帶 其實也都會 一定會去找那些師傅去做 如果自己不懂做的話 還有在說那些 在棒制那些當主 都是經營了幾十年的 那你現在 譬如你叫他們去哪裡找工作 是啊 你叫他們怎樣再自力更新 其實他們現在是可以自力更新的 嗯 那你做那麼多 譬如扶貧的政策 剛剛先過一節說 你吹噓到自己怎樣幫了多少人 減低了這個貧窮的數字 但是你可不可以 就把別人連金幣是一夜剷走了 是啊 那些貧窮不是給你住的 分分鐘 分分鐘不是你抽 不是香港人抽 很難說 其實棒制現在的狀況 都很難說有什麼行動升級 是嗎 是的 其實我覺得 如果 其實我是有點擔憂的 這件事 對於他們 如果真的能夠保留就最好 最終如果 因為之前也試過政府有行動 最後沒有行動到的 就是沒有清道場的 是 結果就不了了之了 這件事 但是 其實我的擔憂就是說 如果真的政府和當主 去有一些談判的時候 究竟有牌和沒有牌的當主 當中會不會出現一個意見分歧呢 甚至政府會不會灑一些比較陰招 是啊 就可能分化兩邊 其實很容易分化而已 就是說 有牌的有錢分 是啊 有牌有錢分 還要搬起來 那沒有牌的怎麼辦 沒有牌的就站在那裡了 是啊 那他們又人丁單薄 是啊 那時候就會完全將那個 整個棒仔的生態都扭曲了 其實我很擔憂這件事 就是香港政府真的是社區殺手 是啊 他專門消滅社區經濟 就是他由領會開始 一路一路去消滅社區經濟 唉 你還有沒有什麼補充 所以其實我希望政府就留守 其實很難的 如果你們裡面本身有兩個生犯 然後抗爭或者抗議動力是比較低的時候 不是說外人 就算你想幫也要有一個支持度 是啊 始終都擔心那件事 假設由我剛剛所說的情況出現了的話 就會令到 真是 就是一個悲劇 假設拆了也沒有那麼慘 假設搞到分化 大家兩邊吵架 這邊就說 我選擇要搬的 我接受方案的 那邊就說 其他一個大台先 是啊 那件事實在令我覺得很可悲 如果假設真的這樣發生的話 所以我希望政府也是 希望這事不了了之 繼續保留下去這個地方 始終 是啊 其實我們還有這個投票 我們的投票是什麼 阿廉 不如你說一下 我承擲上一節的話題 如果貧窮市要改名應該叫什麼呢 第一就是死亡線 第二個選擇就是地獄線 第三個選擇就是災難線 第四個選擇就是你老母線 第五個選擇就是事業線 是啊 我們看看大家覺得貧窮線 如果不叫貧窮線 應該叫做什麼 投票結果呢 第一位就是地獄線 總共有10票 41.67% 你身處於香港就猶如地獄一樣 是的 死亡線就是排第二 中共有7票 29% 你老母線就是6票 25% 災難線就是1票 好 除了我們現在的直播 就會到此為止 但我們節目還未完 因為還有一個segment 這個segment就是 說地質公園 是 就是由 Jimmy 錄音 然後由 柏洋剪片 我相當欣賞柏洋的剪片技術 希望你做多些 我們現在去片 我們今晚的熱血政治再見 拜拜 熱血製造 最強頻道 passiontimes.hk 現在已經是10月了 大家都可能沒有留意到 原來我們的家裡 香港 九月 有件很威的事 就是我們的國家地質公園 首次通過了四年一度的 聯合國教科文組織的評估 達標 維持世界地質公園的資格 我們香港的自然環境有多寶貴 可能大家平時都未必有留意到 不如我們用少少時間一齊去看看 你們現在看到的 就是西貢的六角形癌柱群 你一定猜不到 這些癌食的年齡 有1.4億年那麼久 是現時所知 世界上面積和體積最大的營灰癌 平均有1.2米 而對比起北愛爾蘭著名的世界遺產 據人提到六角形癌柱 直徑其實都只有0.5米 而西貢的這個景區 就是世界地質公園的景點之一 在風和日麗的夏天 坐船在近岸遊覽 就爽了 這裏還多次被遊客評選為香港十景之首 另外這些在新界東北的沉積癌 年齡就有3.2億至4億年那麼久 經過幾億年的自然環境變化和海浪的侵蝕 就形成了這個天然的藝術品 亦都是著名的地標之一 鬼手癌 剛才大家看到的 其實全部都是香港地質公園的一部分 成立香港地質公園的計劃 初期只是由一些民間組織推動 直至2008年曾蔭權接納建議 宣布考慮設立地質公園 在原本的計劃裏面 公園是有10個景點的 但考慮到交通和路線方便的程度 最後落實的方案 就變成了現在的兩個園區八個景點了 分別是西貢火山癌園區的 梁泉灣 岸江群島 皙founder 可周群島 桥咀周 和 新界東北沉積岩園區的 印州堂 赤門 黃棘角咀 和 洞平州 當中大部分的地方 是由現有的交野公園和 海岸公園所覆蓋 香港政府当时以现有的交野公园条例 和海岸公园条例的机制 设立了香港地质公园 将这些地方列入特别地区 去做保护的工作 香港国家地质公园 在2009年11月开幕 去到2011年的9月 第十届欧洲地质公园会议 世界地质公园网络就接纳了申请 香港地质公园正式宣布为世界地质公园 设立地质公园的目的 是教育和提高大众对地质的认知 而不是另一个主题公园 所以园区里面是不会有什么大型建设的 当中只有一个游客中心 和一些由志愿团体 当地居民和政府共同设立而成的地质教育中心 开始在各个景点附近 这些地质教育中心部分 还是由村屋改装而成的 可以让游客了解当地的地质知识 和历史和生态 香港近几十年迅速发展 很多人都知道 这里是世界金融中心 同时也是一个石屎森林 布满大大小小的建筑物 近年来政府在一些重建项目上 没有顾及到很多有历史价值的建筑物 因而备受批评 大家都想好好保留香港的历史 和真实的变貌 在留意保留文化的同时 刚才带大家看的景点上看到 除了建筑物之外 香港有些特殊的天然地貌和岩石群 其实是在上一次的冰河时期开始形成的 现在香港四周围都是一式一样的大型商场 你们身边都一定有些朋友 放假宁愿去行山啊 做一下温动啊 是不是 下次放假的时候 你都不妨跟他们一起去看看 香港几亿年历史的一面 10月16号晚 MyRadio八周年台庆联欢晚会 还有小量门票 各位可以把握最后的机会 在办公时间里面打 24673088 预约买票 到时见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